Methe此次研究将涉及未知的物理领域并展开革命性的太空探索 随着我们对引力、时空和量子真空理解的增加 也许不久以后我们就能派遣机器人执行星际穿越任务了 该项目也将对基础物理学产生重大影响 并激发人们创造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机器 取速旅行Warp Travel是一种通过在压缩时空中航行的技术 其原理就是在运动物体周围利用反物质驱动的驱速引擎 制造一个人工的取力场 从而使物体能在这个扭曲的时空炮中以若干被鱼光速的速度移动 取速就是衡量在这个时空炮里运动的物体的速度 理论上在虚速状态下可以实现超光速飞行 其实有关于真实世界的物体无法超过光速的看法 是爱因斯坦出生时的那个年代人的想法 起因于有人发现到一个非常难解的现象 无论光源运动的速度类和所测到的光速值都是一致的 这是实验的结果 而不是有人事先提出解释这件事 只是这个实验结果太过于诡异 使得解释它的人众说纷纭 而作为人类航空航天领域的佼佼者 美国无论是从科研能力还是技术储备上来说 都已经具备了率先迈向人类科学下一次革命的基础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 目前只有重用这一历史难题 没有被人类攻克 但是它就如同暗物质一样 似乎就在那里 但我们没有能力找到它 霍金在著作中曾提到 虫洞其实就在我们四周 只是小到人类的肉眼很难看见 它们存在于空间与时间的裂缝中 如同在三度空间中 时间也有细微的裂缝 而比分子 原子还细小的空间 则被命名为量子泡沫 虫洞就存在于其中 不过 霍金表示 这些隧道小到人类无法穿越 但有朝一日也许能够抓住一个虫洞 再将它无限放大 或许将来也可以建造一个巨大的虫洞 理论上时光隧道或虫洞 不但能带着人类前往其他行星 如果虫洞两端位于同一位置 且以时间而非距离间隔 那么太空船即可飞入 飞出后仍然接近地球 只是进入所谓表远的过去 不过霍金也指出 时光机不能回到过去 因为回到过去违反了基本的因果论 另外如果科学家能够建造速度接近光速的太空船 那么太空船必然会因为不能违反光速是最大速限的法则 而导致舱内的时间变慢 那么飞行一个星期就等于是地面上的100年 也就相当于飞进未来 历史上最快的有人驾驶飞行器是阿波罗10号 它达到每小时25000英里 但若想在时间中旅行 必须在快2000多倍 需要一部足以携带大量燃料的庞大机器 飞船会不断加速 在一端内它就可以到达外行星 两年后它可以达到半光速飞出太阳系 再过两年它将达到光速的90% 远离地球约30万亿英里 发射四年后 飞船就会开始穿越未来 飞船上每度过一小时 地球上将度过两小时 再经过两年开足马力的旅行 飞船将达到其最高速 也极光速的99% 在这种速度中 飞船上的一天 等于地球上的一年 这时的飞船就真正飞入未来了